新車上市的時候 折口好像比較低 等到它要改款或是大改款的時候 它舊款的可能配備也會比較齊全 價格又可以看很低 那你覺得說哪個時期我們買 買哪一種車會比較好 我們還是會有分 所謂的當然競賽業 可能公司有提供一些廣告 像送電視吹風機或者是一些贈品類的 它折扣幅度會比較大一點 我們常常聽人家講說大家在網路比價 可能要找神單 既然Rik剛剛提到網路神單 神單真的每個人都找得到嗎 所謂的神單神單 這代表什麼 別人都不能做叫神單 就是說超越一般業務可以給的折扣 那其實這有好幾種現象 一種叫包裝手法 可能代表那邊多一萬塊 那我的車價降低一點 但是總結金額呢 是一樣的 當然還是有說真正的神單 真正的神單是什麼 不是公司給的 就是業務員 他可能為了要賣一台車 把自己的薪水拿了一部分出來 確實有可能 但是你說這個機會大不大 其實這個機會不大 我可能持起20台車 我會有賺錢的 我會有打聽的 我會有賠錢的 我自己會來做運用 來復席一些業績的量 我覺得 東西啦 你要買超過行情 可能限制成口 那當然很多人還是會透過一些 叫網站的方式去 找一些推薦業務 會比較讓人家安心 蘋果的新聞是記者自己跑出來的 支持他跑得更快更好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 然後是任意人��的 我們有的 我去詢問你 就是他希望